你不看你自己什么样啊 什么样啊 大学刚毕业 工作经验也没有 你就找那么好的工作 你觉得谁要你啊 我觉得现在特别不靠谱 工作上的事吧 也总是挑三拣四 眼高手低的 而且 就是他总跟我说 为了我来北京 然后他现在什么都得靠着我 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而且我在他身上 看不见一点希望 那我可不是为了你来到北京吗 你想一下 他每次都这么说 我为了你来北京 我为了你来北京 我过年的时候 为家里面给帮忙 介绍一份工作啊 然后我就想到他在北京 然后我就去了北京 是他要求的吗 他们要求 那不跟人有什么关系呢 但我就是为了他去的 怎么就为了他呢 我爱他 我又得 对啊你爱 那跟他没关系啊 是你爱他呀 那还不是为了他吗 他就老这么说是吧 因为你他来了北京 对而且现在就主要是 他所有的事都得 就得让我为了考虑 让我为了操心 就属于那种 就感觉他跟寄生虫一样 寄在我身上 可别这么说 严重了啊 就包括找工作 这种特别小的事 他都得让我给他投简历 为啥呀 因为我觉得我为他来了北京 然后我在北京 就是那个也不认识人 而且他土生土长北京人 你就帮忙找个工作 有这么困难啊 我是给你找了 然后呢 你干嘛啦 但那个我找那个工作 这不是贴小广告啊 然后白天 八九点就得去 总结创项的贴 我大学毕业 难得就是去贴小广告啊 我只想找一份 学毕高平台大的工作 那你找啊 找没找啊 我找啊 找了不就行了吗 找到了吗 暂时还没有 首先啊 那不是贴小广告的工作 我给他找的是一个 广告公司的活 我觉得前景挺大的 然后因为 之前他来北京的时候 他自己找过实习工作 就是自己投的 我觉得挺好的 他对口的 他嫌我这次 给他找的不是对口的 他学什么专业呢 他学的律师 之前他来北京的时候 自己投过一份简历 就在律师事务所里 然后干不了多久 他就打电话跟我抱怨 就说同事事多 领导事多 就各种事 就每天我下班 接到他电话都是 哎我跟你说 这同事怎么怎么了 我们这领导怎么怎么了 就特别特别烦 我觉得 为什么你上班 就这么多事啊 那我去那儿去试干活的 我也不是帮其他人 你说那个平时 就比方说 我平时去打印嘛 而领导交代的 那我打印也就打了 但是凭什么那些 跟我同级的 从我后面来的 也让我去帮他打印 自己的事情就得自己做 你干嘛非得找我呢 后来呢 后来 他都辞职了 辞了然后人就开始投简历了 投那种特别好的公司 世界五百强 世界几百强 就是那种特别好的公司 他就觉得他自己 我要干 我就得干点高级的 就这样想 你不看你自己什么样啊 什么样啊 大学刚毕业 工作经验也没有 你就找那么好的工作 你觉得谁要你啊 那我从那个平台大的 有错吗 我就不是为了想以后 找一个这种平台大的 然后起点高的 然后有 那有人要吗 那总不能看都不看吧 就直接从那小公司里面挑了 有没有工作呀 那不是在他那 小广告公司干着呢 那不干着呢吗 这不行了吗 也天天跟我抱怨 说哎为什么你 你给我介绍的工作 我也要这么烦呢 就是每天我也要干这么多活呢 老跟我抱怨说工作 他除了抱怨之外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他对我现在 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啊啥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 异地恋的时候 虽然异地 但我觉得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他几乎可以 就是手机为我24小时开机 我三点给他打电话 他都能接 不是你不睡觉 你三点钟给人打电话干嘛 就是比如说我睡不着了 我不高兴 然后 也就是说你人生 也有不如意的时候 是吧 对啊 但是都是学习上的事 不是像那 我觉得他 就这种人际交往关系 他都 他都搞不懂 那你接着说 接着说 然后现在他来了北京之后 在这种东西 我会想要 我会想要 我会想要